嗨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撩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2013年上映的奇幻电影 巨人捕手杰克 全片通过3D技术拍摄 融入真人实景来创造角色 将真实与虚幻同时呈现在镜头前 这一新奇的手法让视觉效果更加震撼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看电影吧 杰克是一个9岁小男孩 自从妈妈去世后和父亲相依为命 每到夜晚,为了哄他入睡 父亲总会讲一个关于巨人的童话故事 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 一群修道士利用黑魔法制造出了一种神奇的豆子 只要一接触水就能长出巨大的藤蔓直达云层之上 修道士们顺着藤蔓往上爬 打算去寻找虚无缥缈的天堂和上帝 但没想到的是,云层上面居然有一块大路 这里正是巨人族的领地 巨人们顺着藤蔓来到人间 大肆掠夺财富,还将人当作食物 生死存亡之际 国王让修道士锻造了一顶皇冠 里面融合了巨人的心脏和黑魔法 只要一戴上它,就能控制巨人的心灵和灵魂 从而让巨人沉浮 随即国王将巨人们都遣送回了天上 并且砍断了藤蔓 随着巨人的消失 人间再次恢复了瓶颈 而皇冠和魔法斗也随着国王的死去被深埋在地下 杰克将这个故事当真了 并从小立志要当一名巨人捕手 多年以后,他长成了小伙子 由于父亲的死 他现在和叔叔生活在一起 而那个巨人的故事早已淡出了脑海 一天,他来到城里贩卖马车 却遇到一群混混当街调戏女孩 他出上去英雄救美 可女孩居然是本国的公主 所有人都跪了下去 当闹剧结束 杰克却倒霉了 马车居然被人偷了 当他四处寻找时 又遇见了一个惊慌的修道士 对方想买他的马 但身上没带钱 便拿出一袋自称有魔力的豆子 让杰克拿着他去找修道士的院长换钱 杰克本想拒绝 奈何修道士先斩后奏 直接骑马跑了 回到家中 丢马又丢车的他 自然免不了被叔叔责骂一顿 争吵之中 愤怒的叔叔将豆子扔在了地上 其中一颗掉进了木板缝隙里 当天晚上 天上突然下起暴雨 杰克打开门时 屋外却站了一个不速之客 对方正是白天的公主 原来国王父亲为他许诺了一门婚事 但他根本不爱对方 为了躲避未婚夫德里克 便离家出走 谁曾想 出门之后大雨滂沱 为了躲避暴雨 他看到不远处亮着灯光 便上门寻求帮助 巧合的是 这里正是杰克的家 正当两人聊得兴起之时 雨水沾上了豆子 顿时生产出巨大的藤曼 杰克立即跑到外面 但公主却被困在屋子里无法出来 没过多久 藤曼就将房子顶到了半空中 并且越来越高 到了第二天 国王率领卫队来到这里 而藤曼已经直达云端 当他得知女儿被上天后 立即命令准赴马德里克 带人去将公主救回来 杰克对公主一见钟情 也自愿前往 就这样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出发了 他们沿着藤曼向上爬去 在牺牲了几名手下后 终于爬到了藤曼的顶端 但屋子里的公主已经不见了 而更上面居然是一块大路 这时 德里克叫住了杰克 让他交出剩余的豆子 但杰克耍了一个小心眼 偷偷留了一颗 并藏在了项链里 在寻找公主的途中 他和艾特蒙碰到了传说中的巨人 对方足足有几十米之高 很快 巨人就发现了他们的踪影 并抓住了艾特蒙和另一名士兵 至于杰克 因为躲在水中逃过一劫 另一边 德里克来到了一处悬崖边 周围突然出现了巨人 随着两名手下被吃掉 他居然从口袋里 拿出了传说中的皇冠 原来 他的真正目的 并不是来救公主 而是打算利用巨人来统治世界 巨人首领在见到皇冠后 不得不臣服于他 为此 德里克命令他们准备好武器 明天就下街占领人间 此时 杰克也来到了巨人的老巢 并在这里发现了许多金子 随后 他在巨人的厨房 发现了被关起来的公主 以及即将被当作卷肉饼的艾特蒙 杰克利用悬挂的菜刀 跳下去刺中了对方的后背 巨人因为疼痛连连后退 不幸撞上了墙壁 而背后的菜刀直接杀死了他 三人逃到了悬崖边 但这里却有巨人把守 杰克和艾特蒙取来了马蜂窝 小心翼翼的放入了对方头盔中 巨人瞬间就被马蜂 折得手忙脚忙 并不幸跌入了悬崖下 在人间 一群修道士正在祈祷 结果看见一个庞然大物 从天而降 由于躲避不及 全被砸成了肉泥 国王闻声赶来 甲族世代 其实一直都知道巨人的存在 如今为了天下苍生 他决定放弃女儿 命令手下立即砍断头曼 在天上 艾特蒙主动选择留下来 他要去阻止德里克的阴谋 公主和杰克一路向下 终于在藤蔓砍断的瞬间 两人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地面 与此同时 德里克带着巨人部队来到了悬崖边 趁着他不注意时 埋伏在这里的艾特蒙发起了突袭 豆子被吊在了一旁 打到一番后 德里克根本就不是对手 千秋大爷还未完成就领了盒饭 正当艾特蒙上前去拿皇冠石 却被双头首领抢先一步 他戴上后 立即成为了巨人族真正的王 无奈之下 艾特蒙只得撤退 趁着藤蔓掉下去那一刻 回到了人间 离开之时 小偷发现了之前掉落的豆子 双头首领立即吹到了水里 刹那间 豆子生根发芽 巨大藤蔓破土而出 号手立即吹响了进攻号角 巨人们喊着 享受人类大餐的口号 纷纷跳了下去 此时地面上只剩下杰克 国王后公主已经起驾回宫了 但就在他准备回家时 从水中倒影 发现了袭来的巨人 杰克立即赶去通通报信 但四条腿的马 怎么也跑不过两条腿的巨人 幸运的是 在损失了大批手下后 国王和公主回到了城堡 紧接着 艾特蒙让人点燃了护城河的大火 暂时阻止了巨人的进攻 但这不是长久之际 国王和杰克护送公主去烽火台 点燃狼烟 警告其他王国 可谁知 双头首领居然通过护城河河底 来到了城堡内部 两人很快就被抓住 眼看就要被吃掉时 即可将仅存的一颗豆子 扔进了对方的口中 随着豆子生根发芽 藤蔓瞬间就刺穿了对方的身体 然后就只剩下了一截 带有皇冠的手指 另一边 由于巨人部队的迅猛攻势 人类防线逐步失守 很快 他们就进入了城堡内部 人类成为了一群带宰的羔羊 生死存亡之际 杰克带着皇冠出现 巨人纷纷下跪臣服 他命令巨人回到了天上 然后砍掉了藤蔓 杰克的勇敢 获得了国王的认可和公主的芳心 不减后 他成为了王国历史上 第一个迎娶公主的平民 还剩下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随后 杰克将皇冠加以伪装 制造成了一顶普通的王冠 千年之后 他被珍藏在英国博物馆 当参观学生逐渐离去时 眼镜蓝盯着他邪恶一笑 由此表明还有第二步 好了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